哈喽大家好,我是娜依,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个坐标在纽约的地产博主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是客户在考虑纽约买房的时候 常常会问到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我是自己持有,还是用LLC公司持有 然后呢,他也问了筷子和律师,但是他给的答案不一样 然后这时候客户就梦了,然后回来找我说娜依啊 我怎么听起来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为什么是不一样的答案呢 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持有你的房产是最合适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这个话题 首先哈,既然会计是专业人士,律师也是专业人士 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们会有不同的答案 是不是有人不专业,其实不是的 更多的情况是根据自己情况的不同 或者说从会计的角度上,其实是税务他想的更多 从律师的角度上,其实他是风险隔离选的更多 侧重点不一样,才会导致你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pass道路选的就不一样了 那到底哪一种最合适,其实真的是要讨论一下,就是说公司持有的房产的一个原因 那其实更多的情况下,很多人在买手套住房的时候就是没什么争议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持有,这种也是最多的情况 那一般讨论到LLC持有,一般都是买投资房的情况 那为什么客户一睡到买投资房,有些时候律师就会建议你用LLC来持有呢 说明他肯定是有优势的,到底是什么优势 首先第一点哈,美国是一个责任,liability非常大的国家 很多时候如果你的租客在你家摔倒了,极端例子啊,他就是起诉你 你是有连带责任的,不仅他是可以找到你这个房子 比如你这房子一百万,对吧,他可以诉你这个房子 如果你的名下有其他的财产,他是有连带责任的 但是LLC的话呢,他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那他的责任就只局限在这个公司框架以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这个房子是投资房的时候呢 他就会倾向于,或者说律师会倾向于你用LLC持有 是因为LLC的话能做到这种风险的隔离 另外一点呢,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用LLC持有的方式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买了这个房 无论自己是名人啊,不想说 让别人知道说我买了哪套房,我家住哪儿 或者我买了多少钱的房子 他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隐私 如果有人是有多套房产的 那可能想把每一套都分开 那LLC的话就是比较使用一点 另外一点呢,LLC的话它并是一个公司 相比于房产的转让来说的话 你要走这个转让的流程 然后要叫Transfer的Tax 但如果你公司这边的话 比如说一开始我和我爸共同持有一个房子 对吧,我们俩建个公司 嗯,我要是想就是说多拿点 我爸就是咱俩股东协议稍微调整一下 我就能拿到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司里面的股份 但其实就是这个里面的房子嘛 所以相对来说在传承这个房产 或者说传承这个公司 它其实是有一些便利性的 另外呢,就是税务 税务这块的话呢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更好,这个真的要看过人 但是对于公司名下持有的房产呢 你在很多的开销方面是可以抵税的 比如说你的经纪人的费用 出租房产挂,房产各种网站的费用 给房子做宣传的费用 我这个房子维修的费用 它其实都是你这个持有公司的一个成本 对吧,那你就是可以在这一部分来减下来 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好会计的话 其实它也是能给咱们省不少税的 最后一点呢,很多人会选用LLC持有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就是当持有的这个人 不是父母、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的时候 比如我跟我朋友买个房子 那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用公司持有的方式比较多 这样的话也是方便管理 而且这种的话就是也是会比较好一点 一是全则有隔开 跟其他的资产 二是我们又能共同持有这个房子 那这也是很多人会选用LLC持有的一个原因 那说回来 为什么有些时候当客户去咨询买房子 认识和会计给的答案不一样呢 一可能有些人不需要这种规避所谓的隐私 可能也没谁查你 大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从会计的角度上 会计有些时候会觉得 一你建了这个LLC的话 你是有这个开启公司的成本的 你在运营报税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公司 你需要单独的报税 那这个报税每年也是有成本的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是自住房的话 每人有25万的增值税减免 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 就是50万的增值税减免 那这个税务优惠它不香吗 所以有些时候从会计的角度就觉得说 哎呦咱就是自住房 或者说就一个两个房子 这风险的话咱就买个保险咯 其实也不是不对啊 其实是OK的 但是你折腾了这么多之后的话 你这个从公司的角度上 你又要花这么多的开销 自己持有的话 就是又简单 然后又省钱 税务上还有减免 它不香吗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两边不同的角度 那具体是什么方式最适合 真的是要权衡来看的 所以我会建议啊 就是说客户在考虑买房子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情况 真的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地产经纪人 我觉得地产经纪人的角度更neutral 因为会计真的更侧重税 律师更侧重风险规避 我觉得经纪人相对neutral 然后能帮你多参谋参谋 那最终肯定还是客户自己来决定你什么样的方式来持有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听风就是雨 更多的是在你了解了无论是个人持有的优缺点和公司持有的优缺点之后来权衡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讲这个LLC持有和私人持有的问题 但是如果咱们考虑在纽约买房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没准可以在我频道的其他视频当中找到我答案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给我留言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一来解答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支视频的朋友可以帮我点赞留言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咯拜拜